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书法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主要将欧阳询的申评 以及欧提凯书的形成过程呢 向您做了一下简要的介绍 至于学习书法呢 大多数人都是从林帖开始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想请问田老师 在我们林帖的过程当中 首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林帖呢 应该说是学习书法 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在林帖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是选帖问题 因为范本如果不好 给你学习带来的困难 那则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选帖 就指的是对于自帖的选择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不是说我想选择 A体还是流体 照体 不是这样 我们是指的 当你定下一个 这个字体之后 不管是OT是阉体 还是其他的这个风格的 一旦定下来之后 要选择的这个版本 这叫选帖 当选帖的包括那个 选择其他这个书家 和其他书体 但是就说对一个书家而言 对一种风格而言 要选他那个金本 上本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主要在OT上 对 那么对于欧阳荀来讲 我们学习他的字体 那么他有很多字帖 他有很多字体 那么就是说 确定了欧阳荀 又确定了欧阳荀的凯书 那么在凯书当中 也要确定 他有几个版本 比如说 渔公公 华祖寺 九成公 那支蓝亭基 等等 就确定他一个版本 那么确定这一本帖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种TOP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选择这个东西呢 是个知识性 也是一个观赏价值 乃至于个人的修养 和教师水平 都存在里边 所以选帖问题 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个首要问题 那么我看很多初学者 在初学这个 奥提卡书的时候呢 都选的是九成公碑 这样一本字帖 那么您觉得这样做好吗 是这样 学习欧阳荀的人呢 大部分都首先是选择 灵习九成公碑 笼统的 可以这样说 不算错 但是要细致分析起来 这里也有某些个问题 应该提出来 我们首先说啊 为什么要学习九成公 要去那么多的楷书字帖 为什么非要单一的 从九成公入门 这是有什么原因 把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做一点解释啊 一般人认为啊 九成公呢 是奋斥所书 黄帝的斥令 因为是李世民呢 这个命 内征转门 命欧阳荀做书的 是这样一个过程 因此有人说呢 因为是黄帝的斥令 所以欧阳荀在写的时候 就非常的精心 因为是精心之作 所以呢 应该说是 他整个的楷书当中的代表作 其实这样说呢 也不为错 只是我们要分析一下 就从书法当中来讲 我们要是完成一幅好的作品 不可以不精心 但是过于精心 几乎进入紧张状态 这个作品 也未必是上乘的 就如同样 你打一次什么比赛 或者体育比赛 比如说我爱下象棋 当虽诗下的 拼诗下的时候 倒是 很能表现自己水平的 但是百分之十分 我们和人家拍表比赛的时候 或者每一个大程度比赛 常常反映不出水平来 因为紧张过分 所以欧阳勋这个奉斥之作 即是奉斥这个理由 说明他是代表作 似乎理由不足 说他特意精心 又因为精心过度 可能会有副作用 所以我们说呢 尽管欧阳勋这篇九成功 是特别精心的写了 然而我们同样感觉到 他并不是 自己楷书当中的 第一代表作 对于欧阳勋的楷书呢 也有公论 历史上的书法家 对欧阳勋的楷书当中 评价最高的 应该是画度四倍 这个赵政府就这样讲过 他说贪争冠年间呢 善书者 欧阳勋为罪 欧阳勋的书就中 以画度四为罪 这就说画度四最好 当然可能是一家之间 但是我们打开这个书时 对欧阳勋 卡出贫大 最好最多的 还是画度四 那我们很多人 联系这个九成功 又是为什么 对啊 就既然 大家公认是画度四 手推第一 就为什么说 林九成功呢 那么大家都不懂 这个道理吗 也不是 因为九成功呢 他的字的规格大 在欧阳勋现在传世当中 常见的四本帖 就是所说的 于公公 画度四 九成功 黄埔弹 这四本帖当中 以九成功的字迹为最大 而画度四呢 在这四本当中最小 所以呢 人们初学的时候 应该从大写字 中凯以上入手 那么根据这一条 写九成功是对的 尽管九成功 屈居在代表作当中 第二位 但是仍然 不失为是家作 所以呢 林九成功是对的 但是 为什么令起九成功 这里的具体问题 应该弄不明白 那对于九成功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版本 那我们初学者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呢 对 说来又不单是指九成功了 所有的版本问题 都存在一个选择问题 选择问题 那么我就以九成功为例来说吧 因为呢 林写欧字的朋友们呢 多数都是从九成功入手 所以在我们这次的讲座当中呢 侧重于讲解九成功 其他的我们都要涉猎 我们并没有说单一的讲解九成功 因为我们要既然讲欧提凯书 就要泛指欧阳俊的所有看书 那么我们现在谈一谈 九成功的选择问题 最早啊 所有的这个踏本踏片 都是从这个书单开始 那明到这个过程 就容易选择 有一个标准 所谓的书单 是当年书家们 在比如说欧阳俊写九成功 他是用新笔 站着朱砂 写在石头上 不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 比如我现在写的一些个 这个碑石 都是写在宣纸上 有人拿它出去复印 复印好之后 然后贴在石头上 然后下面有蓝段纸 或者是什么纸 把它用双钩的方法 踏在石头上 然后再用刀去刻 有现在的工艺 在当年欧阳俊 就直接用笔 就是用新笔 站着朱砂 写在石头上 然后在石头进行 这个半刻 这个过程 那么这种刻石的方法 一般的欧体 像这种很严格的 很工整的楷书 都是用双刀 刻字的这些个常识 我们暂时不放书法里来谈 咱们有机会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 来向大家介绍 那么在书写 这个九成功的过程当中 就叫书丹 怎么叫书丹呢 书写也 丹者红也 就书丹就是写红 那么书丹这两个字 沿用了现在 已经称为写碑 这个代言词 尽管我们现在 是用墨在宣传上写 他在粘贴上之后 用双钩再刻石 过程和以前不一样 但由于还是在写碑 所以大家都沿用书丹二字 所以当看门的人 后面用了书丹 那是在写碑 或者是在木质 一类的方面使用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之后 就知道 写在石墙上是原济 刻下来之后 这已经不是欧阳群原写的原貌 因为他经过二度加工 有人刻过 这是第一次石针 那么碑石立起来之后 逐渐逐渐的风化 波落 比如说欧阳群的九成功碑 到现在一千三百多年 中间经过的这个 风吹日晒雨淋 石头自己本身 也有一个这么一个 波落过程 那么石石在不断的变化 自己也在不断的变化 就是第二次石针 那么再有一种石针 就是人为的破坏 这个人为的破坏 就是比如说 人为破坏当中分两种 一种是善意的 一种是恶意的 有一句学习书法 他就要在上面搞踏片 这个踏子就提守了一个石头的石 反来是应该念拖的 但在这个地方必须念踏 千万不要念成拓本 拓片 这个千万不要把这个作念 你一字念错 要念踏本踏片 那么在踏的过程当中 悲食也受到损害 但是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大家崇尚欧阳群的书法 所以大家去在那里 石头上去搞踏片 这是没办法的 但是 有一种恶意 比如有些人出于一种惊杀目的 出于一种经济目的 他就在石头上踏走之后 或者用一个深的金属器皿 砸坏一个字或者两个字 假如说九成功的九子 他踏完了 他的九子就砸坏了 然后他那个踏片上 他标明一下 这是九字未损本 看我的踏片 九字还没被损坏呢 九字未损本 那么再有人呢 因为他第二次 他踏完之后九字已经损坏了 他又把橙子给损坏了 给砸坏了 那么他又标明 这是橙子未损的 这样一来二去的 就有很多字迹 就被砸坏 人为的破坏 这是恶意 那么他那个版本可能是 九字未损 橙子未损 但对人可能是够损的 所以背识的损坏 跟他们有关系 但是这些版本流传下来 人不得不选择 应该原则上讲 越古老的越好 比如说 原踏本就不如宋踏本好 就原代的不如宋代的 宋代的不如唐代的 而原则是唐代的 最早的版本不是更加清晰吗 可是这有个问题 还有个精踏问题 你虽然是踏本很早 但是踏的质量并不高 也不是上乘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向大家说的就是 既要选古踏 也要选精踏本 当然现在我们很难说 拿着背识的原踏 背识原踏就直接从石头踏下来 我们再领袭 不更好吗 但是完了这些个精踏原踏 造价昂贵 我们一般的学习书法师傅 还不至于这么样的去讲究吧 但是不能不讲清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有原石原踏 那是最好 再是古踏 再是精踏 那不更好吗 但是就现有的状况来讲 多数都是影印本 都是各个书社 影印出来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通常见到是这些的 但是在这些影印本当中 它的原始依据是哪些的 是重要的 比如说 大家一般比较讲究的 一个是吴呼方的四欧堂 就是著名书法家吴呼方 他们争存四本天 这四本天就是 黄伯帐 于公公刚才我们说的四本 这四本天认为 吴呼方四欧堂争存的 那个四个原始踏本 是最好的 实际就我们现在考证一下 这四个版本当中 也有问题 再一个依据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明代驸马 李奇首的那个版本 是最好 这个版本现在在北京雇用博物院 多数现在外边书社印出来的 这些影印本呢 都是根据明驸马这个人出来的 那田老师 到现在为止 九成功杯 有多少字是残损的呢 大约有二十几个字 这二十几个字呢 造成残损的原因也不一样 有的是人为的 有的是自然损坏 可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看到个别版本 基本上没有被损坏的字 非常的清晰 那是不是就是最早的踏本呢 有的应该说是这样 但是极少极少 因为呀 整个的踏片 一字不损 几乎不可能 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几乎见不到 唐踏本 顺踏本当中呢 就像明驸马李奇这个 也残损了相当于一批字 那么一个字不残损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说有伪造的情况 这种伪造呢 应该说是善意的 他们是把很多版本呢 慢慢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之后呢 你这个版本缺这个字 他把这个堵到这儿来 后来慢慢在影印出版 但是这种方法是善意的 也是有益的 就没问题 但是糟糕的是呢 有些自己不清楚 他根据自己的这个感觉 我都让读者吧 这个初龄者 弄得明白 他去重新涂墨修改 重新调整 把上面的很多诗花去掉 然后用墨涂墨 显得黑白分明 上的诗花也没有了 笔画也清楚了 很多初学者经常选这样的 选这一天 看自己有不少 这个黑白有分明 这样的话呢 就是好心起坏效果 你本来把它弄干净 弄清楚 不是好吗 而有失原貌 因为按照你的理解 去土改 这太危险了 你稍不谨慎 有一点不谨慎 你就可能把某些字迹 一下子给原貌就损失了 那么你又弄得很清楚 让初学者去领摩 初学者又不懂 你是通过头墨修改以后的版本 照你的去写 那么这就是时候 就带了一种危险 这就不是上乘 所以现在如果见到了 疑似不缺的那种版本 首先知道 这是后来经过修改的 如果再见到黑白分明 非常清楚那个 没有诗花的美 这倒不是善本 不是精本 应该是什么 还是要原始上的 那个踏片 表着原貌的这个 尽管损坏 损坏的自己 我们可以算是不灵 灵他清楚的那些自己 尽管有诗花 然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个 能有的状态 判断理本的东西 有水平的人 灵贴多年的人 会只跟你一条明路的 而你去把它通过修改 这个方法不是上乘的 是好心办坏事的 那么同样是九成功碑 按说应该是从这一块碑 石上踏下来的 为什么我们见到了版本 有的自大 有的自小呢 你指的这些都是影印本 原始上 踏片都是肯定一样大小 但是通过影印以后 它可能放大 可能缩小 但这一点目标要弄清楚 原始原踏 这是我们灵席的 这个最好的版本 放大或者缩小 不可取 都是不可取的 这些个放大的一些版本 也都是好意的 在它认为呢 放大之后 你看得清楚 你能学习 就是再学字大一点的话 能够手下呢 可能断乱比例 这个用意是好的 实际上 书法常识没有 这是做的 做这个事工作的人 也有问题 就是不要把它放大 清代有位书法家 叫包世成 他曾经写过一本 书法评论著作 叫做 这个 逆州双击 在这章中他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字形记书 笔法断义 这是说什么呢 他说字形大小不一样 笔法就不一样 比如说欧阳荀 他写小凯是一种方法 用笔方法 写大字又是一种方法 如果你把字迹放大 那么欧阳荀用的是中凯的那种笔法 你把它放成大凯 一到写的时候 那个笔法就不一样了 因此这是很不好的 不要把它放大 所以呢 要按照圆帖大小去拎 所以圆帖的大小呢 就应该建造个圆石圆踏才好 我们呢 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 这些个圆大的东西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本字帖 这是九成功李全明的 圆石圆踏 然后把它装进成字帖的 大家再看看这个版本 这就属于放大本 字迹比圆大要大多了 而且呢 经过涂抹 修改 奢花去掉了 黑白非常的清楚 实际上 这已经失真了 变得发绣 线条太软了 这已经不是欧阳训内 原来的风貌 嗯 那好 田老师 您给我们把这个 九成功当中的一些内容 进行一下演示好吗 我们把九成功的其中一段话 嗯 那写一写啊 和观众朋友交流一下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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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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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